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前天在网上传了这么一则消息 说美国将有可能把全部的企业从中国撤回美国 同时为企业支付百分百因搬迁所产生的所有费用 那么因为这则消息在网上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很多人都在高呼 中美彻底脱钩了 中国经济要完了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那么我们今天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看这件事情到底会如何发展 那么首先我们来先看这个消息的来源 这个消息来源于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他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分析师 经济学家 同时他在美国政府也在任职 所以说他的这个话是非常有分量的 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媒体来援引他的话 来作为这则消息的来源 但是实际上我必须要说第一点 这个是他的建议 虽然他的建议有很大的可能性被美国政府采纳并实施 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这依然只是建议而不是一个继承的命令 这一点要说清楚 以防有人以讹传议 说是真正完成了 虽然中美一定是有脱钩的 但是我们要严谨 现在还没有进行只是一个建议 那么第二点 我们说说这个建议实行的可能性有多大 同时我们也说一说 这个建议它能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那么先说第一个 他通过的可能性 他通过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为什么呢 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来说 那么先从政治上说 在美国当前的这个政治环境之下 他的这个建议 基本上以美国目前的政治气氛来说 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而是百分之一千的正确 因为现在的整个美国的这个民粹主义 它对于中国 主要是对于中国政府 它的这个怨气 已经到了一个爆棚的地步 那么这个建议就是提议把美国之前安持的 中国的所有方方面面各方面的厂子 全部撤回来 不要再给中国人干了 不要再让中国人通过这些技术 这些厂子 来获得美国生产的技术了 那么这些论调在美国目前是非常有市场的 所以我说它是百分之一千的正确 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说 它的这个可能性是要有一些缩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 这个是专家的一个建议 你在中国 是吧 中国哪个专家一拍脑门 跟皇上一说 皇上没准就同意了 在美国不行 美国你这个建议 你要最后要形成提案 要提交两会 参众两院表决 这个过程往往会拖的很长 快的话 也得至少几个星期的时间 先是参议院表决 或者众议院表决 表决完了以后 总统再签字 这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步骤和过程 而美国的现状是 民主党在掌管美国的钱袋子 而这位库德洛 他是共和党 所以他提出的议案 会不会被民主党卡 也是两难之说的 所谓政经不分家 是吧 咱们说经济方面也得扯上政治 没办法 所以这次民主党会给他设卡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 关于搬迁回来之后 产生了一些衍生费用 这些资本家企业家愿不愿意掏 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 我们稍后再着重的再分析一下 那么结合一下政经两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建议通过的可能性还是蛮高的 那么说完他的通过的可能性比较高以后 我们再说第二点 第二点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一点 就是这个东西对于中国经济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或者说它能否真的成功呢 那我知道有很多网上 目前的一些自媒体也好 一些人也好 就说中国经济要完了 中国经济不行了 中国这个中美一脱钩中国就没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在那儿说 中国经济没问题 我们内需就能自己自足 在我看来这两派都不对 他们都太片面了 首先先说这个 说中国经济可以自己自足的 中国经济自己自足 靠内需解决问题的时候 是 是能解决问题 那你就要回到1970年 改革开放以前 那时候过的什么样的日子 大家想过没有 经济就像在一个什么 洗几瓶的水杯里边吹泡泡 你不停的吹 它会有泡沫繁荣起来 只有有泡沫才会有金钱的繁荣 今天很多人过关的生活 你们已经根本无法回到1970年 今天我们喜欢什么生活 我们想出去吃饭就吃饭 我们想看电影就看电影 我们回家有无限的网络 我们可以打王者荣耀 是吧 虽然我不打但我知道很多年轻人都打这些东西 各种游戏随便玩 现在过的日子太舒服了 这些是建立在什么 不是建立在石板上 这些的基石建立在什么 建立在这些经济泡沫上 经济要繁荣才有这样的日子 你知道跟我一个年代 我是80后 在我们80后的时候 准确说应该是70后 在70后80初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 有一些人对一个词很熟悉 叫下馆子 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有名词 很多在年轻一点人可能都不会经常用这个词 他们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 但不会经常用 因为出去吃饭就是出去吃 我们出去吃 他们觉得很普通 但是你知道在很多人小时候 每周能去下一次馆子 那是多么大的幸福 尤其是很多70后 那些人比我长辈 我得叫哥 那批人 他们70后有的时候 几个月都去不了一次馆子 他们说 为什么要下馆子呢 家里没有那么多闲钱呢 就是说下馆子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而今天呢 谁不下馆子 谁下不起馆子 那还有1970年以前 过年的时候 很多人家是一年才有这么一件新衣服 甚至有的贫穷点的呢 是过年的时候把新衣服穿上 走亲房友 拜年 过完年以后 把这身衣服弄干净了 然后叠好了 压箱底 明年再穿 为的是在外人面前有个好体面 我相信70后 60后的人 如果看我节目的话 你们会对这个场景非常有印象 因为这个就是1970年以前 或者是就差不多那个时代吧 那个时代以前人的生活的正常状态 现在像这种 网友说过年没有年味了 因为想吃就吃 想喝就喝 想买新衣服 随时可以买 一个女人有的时候 我的一周没逛街 没买新衣服了 因为什么 因为物资极度繁荣 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世界工厂 所以你们才有钱 你们才有繁荣 所以说 说中国靠着内需就能自己活的人 就哪凉快哪歇着去 因为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一点都不懂 当然了 咱们再说另一派 批完这边 我再批那边 就说中国经济跟美国脱钩以后 中国经济就完了的人 这话也欠考虑 而且我觉得也是不太懂经济 首先大家想一点 美国 这库德洛说 让把美国企业 美国支付所有的厂房的费用 装修的费用 搬迁的费用 专利的费用 等等这一系列百分百包 国家出钱 就真的能解决美国企业回到美国吗 我们想这个问题 美国企业为什么从美国要搬到中国 是因为装修费 是因为厂房便宜 是因为这些便宜吗 有一部分因素 但绝对不是主要因素 主要因素是什么 有聪明的网友已经你们可以想出来了 因为中国人工便宜 能明白吗 中国的工人便宜 美国是有工会保障的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 美国的工人成本高 而咱们中国工人过的什么日子 对不对 中国工人每天过的什么日子 朋友们 我就不给大家描述了 说实在的 一个普通的工人 过挺心酸的 真的 说实在的 说句题外话 今年2020年 2020年春晚 我从 就我基本快有十年 我不看春晚了 我今天专门过去看了一眼春晚的转播 直播我是真是没耐心看 转播我去看了一眼 看了十分钟我关了 看不下去 为什么呢 外面一片惨淡 在那里面除了最后一点 说是给加了一段 抗战的抗议的情况 其他的还是那种虚假的这种 繁荣那种喜乐 就是让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词 一句诗叫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骨 今年的反差比往年都大 我小时候也看春晚 小时候春晚甚至是我们最盼望的一场晚会 为了这春晚 平时都不敢犯错误 谁犯错误 家长说了 你再这样不许看春晚了 春晚不能不看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看春晚是真心的开心 看牛群逢巩 看这个陈贝斯 看这个什么赵本山 郭德纲 沈腾 开心麻花 我们都看他们很高兴 但是今年就尤其的让我感觉到那种差距 就是中国的这个少部分人的繁荣 真正的看到了那些工人阶层的家人 说实在的朋友们 你们如果你生活在国内 你是翻墙出来看我视频的话 我说句实在的话 你的生活水平基本上一定是比中国的工人阶层要高很多的 所以中国的工人人工便宜是真的 所以这才是美国把工厂搬到中国的真正原因 对于企业家来说 厂房啊装修啊这些玩意儿 它是一次性扣入 只要工厂运转 赚来的利润是源源不绝的 而工人的支出是也是源源不绝要消耗出去的 所以工人支出越少他每个月赚的利润就越多 那基本价当然合适 只要中国的人工还持续的 就是比美国便宜出一个相当大的量级的话 就会有一些美国企业他不愿意搬走 所以最后如果美国真的是用政治用民粹来压这些人的话 这些人可能也会搬走 但那个时候是需要美国国会通过一些法案来证明 不是说来承包百分百这个费用 搬迁费用的问题 而是说你不承不搬的话 我会给你施加额外关税的问题 什么时候施加的在中国产的厂子 施加的额外关税超过了这个工人成本的时候 这个时候那些企业家才会真正的把这个厂子 从中国搬回美国 现在说这个话为时尚早 就是说这些人说的未来 美国企业全部搬走是有可能发生的 真的有可能发生 但是他不是现在说事情要严谨 所以说最后做一个总结 基于政治经济两方面来说 美国和中国的脱钩已经不是势在必行 是正在进行状态 这个没问题 而美国企业因为美国政府 为它报销所有的保险搬迁费用 就搬离中国 这个推论我认为现在是不成立的 不要太着急下这个结论 因为只要中国的人工便宜 那么中国还会继续有美国的厂子 直到美国政府动用强力的政府手段 关税等制裁手段 这些人才可能搬走 但是总的来说 中美脱钩渐行渐远是一个必然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就业 也就是说以前因为繁荣而被胃雕了的 胃肥了的胃好了的胃口 是没有办法一下那么快衰减下去的 也就是说游减入奢易 游奢入减难 现在即便是中国的一般老百姓 家家户户也用得起手机 也在外面请得起人吃得起饭 基本上日子还算 就是说主要来说还算过得去 虽然食品安全什么有问题 但基本来说算是过得去 你让这些人直接回到改革开放之前 回到1970年那个年代 每天能吃饱就不错 回到那个年代很多人会受不了 受不了他就会闹事 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也是目前中国政府执政党 他最担心的问题 那么中国是否会真的回到1970年呢 这个就看中国的利益集团和当权派 和美国的利益集团当权派 进行一个较量之后 这是真正的高层 在我们看不见的领域进行较力之后 才会得出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就不是我们这些节目 能够通过一两个简单的事件 就来分析的 那样的话就跟算命没有什么区别了 所以在未来我推测 两到三个月之内 这个事情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 好吧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析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订阅评论分享转发点赞 好吧 我们在这个评论区 也欢迎大家进行互相的交流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